航班上我看到了西北戈壁的苍凉 想了想 可能此次旅行终究会与绿色无缘 但是落地后的绿被惊艳到了 漫步戈壁上的江南水乡 只能让我叹息古人失去的雌穷 大家好 我是中心社记者丁思 大家看看我周围的环境 有蓝蓝的湖水 湛蓝的天空 还有青青的草 大家猜猜看我是在哪 很多朋友可能会说 你是不是在我们南方的某个水乡的城市 其实不然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是在甘肃西北的嘉禹关 倘若你爱大漠孤烟值的苍茫与豪迈 也喜欢戈壁 沙井 绿洲 湿地 湖泊 供于一镜的奇观 嘉禹关是你不容错过的完美邂逅 七月是草湖最美的季节 此时的夏日 草湖的水风吟 草茂盛 空气中有水的味道 更有青草的味道 推开一扇门 看见最美嘉禹关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十万吉吉草从唐室里赶来 急急的早已铺开 天苍苍也茫茫 成了另外的湖泊 七年雪水漫过了沙丘 带着肥沃的泥土流进了草湖 草湖好像自己带着草籽 所到之处就有青草长出 草湖的草长得又高又清脆 好像随时准备着与高原上的草汇合 我所在的这个地方 嘉禹关草湖国家湿地公园 也成为了我们候鸟 栖息的一个驿站和一个乐园 倘若在候鸟迁徙的季节 走进嘉禹关草湖国家湿地公园 看到的一定是草长银飞 鹤舞长空的美景 各类鸟儿在空中翱翔 在水中踱步 在芦苇间穿行 湖泊水草 真情飞鸟伴着长城脚下的梦幻沙韵 一幅美自天成的沙海奇观